歡迎大家收看這個3.7球莉POE小教室的第一集 那今天呢算是一個pre-season的一集吧 因為畢竟季賽從明天才會開始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其實主要就是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很不喜歡看那個改版資訊 而且呢如果你真的有辦法很認真的把那個改版資訊讀完的話呢 估計你應該可以考上醫生了好不好 所以呢我們這邊就幫大家整理一下一些改動的懶人包啊 那順便介紹一下這個新的聯盟機制大概在玩什麼啊 那有哪一些是我覺得可能拓荒會比較順利或者是說比較 比較強的青圖build啊或者是打王的build啊什麼之類的 就是幫大家做一些小整理啦好不好 那我們這邊先來看一下這個新聯盟的這個預告影片 那我們就影片就放在背景 那我們就邊講我們自己的好不好 那其實新的聯盟呢就是 他的機制我覺得算是 近期來最簡單的一個機制 那你們可以在影片的畫面上看到就是 其實這一期的聯盟也跟 之前的軍團聯盟有點相似 不過呢這次有點類似時空穿越的感覺 他會帶 該怎麼講就是 玩家在地圖中呢會找到一根紫色的柱子 那那根柱子呢就是可能會影響附近的空間吧 然後把這個遠古的這個 當時發生的戰爭重回到現在的世界上 沒錯就像你現在看到的這個畫面上 有沒有超多怪物刷起來雞巴爽 好那其實這一季聯盟的機制就差不多是這樣 就是你摸一下那根柱子 然後旁邊就會出現很多被石化的那些怪物 然後你可以自己選擇你想要打其中哪些怪物 那他們會掉什麼特殊獎勵呢 會在他們頭上會有個特殊的標誌 來告訴你說會有什麼特殊的獎勵 那你可以自己做選擇 那通常這種東西的話我覺得就是看Build 有些Build可能他有辦法大範圍的清怪 那你可能可以選擇說我要牽引很多的小怪 或是有些Build可能你打某些特殊的王特別強 那你可能會選擇挑東西比較好 但是個體數量比較少的怪物 我覺得這是這個聯盟的機制上算是一個很方便的地方 從現在畫面上你可以看到 有一根這個紫色的條啊 你可以點一下 然後呢就會跟鬼片一樣忽然一道閃電 然後怪物就出來 然後你可以看到他現在用的技能呢 也是這個聯盟的新技能叫玄天界武 那剛剛那隻怪物的頭上有個紫色的圈圈 就代表說呢 他會掉特殊的依據那個圈圈給你特殊的東西 那之後呢 時間到這些怪物會變成可以攻擊的目標 那這些怪物呢 會變成可以攻擊的目標的怪物 只有他在石化的時候 你有打死他的怪物 才會變成可以攻擊 所以你是 我相信這個就是GGG想要的一個目標吧 就是給玩家可以做自己想要的調整 好不好 那這一季的聯盟呢 其實大部分的機制 都focus在PoE 算是很長一段時間 大家比較不關注了 自從那個 自從那個什麼額外 自從那個附加帳 附加附手 被改掉之後就消失的近戰 那我們在這個畫面上可以看到 近戰攻擊的 取消攻擊動作變得非常的順暢 那為了要因應這個近戰的新的 比較順暢的玩法 他其實也出了好幾招新的移動技能 可以讓你玩起來更帥 那當然旋風斬呢 這邊也受了巨大的fluff 那你可以看到這是一個 一等剛從海灘爬起來的決鬥者 他在打希拉克的時候 我把他倒回去一點點 他在打希拉克的時候 他是可以搓一下就移動 搓一下就移動 所以現在的近戰 其實玩起來是相當的順暢 你不會有那種 被卡在地上的感覺 那這個用重擊的野蠻人也是一樣的 就是他可以一邊打一邊的散招 甚至像現在我們看到這個 用P砍的決鬥也是一樣 他可以非常順暢的移動他的人物 這是這一次算是PoE最大的優化吧 就是近戰已經可以算是被 完完全全的優化了 那我們看完影片之後 我們就來講我們的東西啦 就是近戰被巨大的優化 那這一次幾個被影響最大的 開一個新的給你們看 叫Save 這一次被影響最大的天賦 應該就是暴徒跟楚行 還有酋長還有衛士 這四個我覺得是這一次 算是變動最大的 也就是其實四個也都是非常適合近戰技能的幾個昇華 那我們這邊也不耽誤大家時間 我就直接告訴你們 我心中他們的tierlist 好不好 有些人可能懶得看後面的東西 首先我覺得暴徒是最強的 暴徒是最猛的 那這一季雖然詐欺被砍 但是我覺得詐欺在我心中 他還是一個Tier God的存在 好不好 我覺得這次最強的兩個就是暴徒跟詐欺 那當然呢 如果你不喜歡暴徒 不喜歡這種會噴血的感覺的話 那我覺得Tier 1來講的話 衛士跟楚行是相當不錯的 那接下來的話可能就到 也沒到Tier 2啊 Tier 1.5的話呢 我覺得差不多就是酋長跟冠軍這些 也都是可以 玩家可以做選擇 當然他們之間的差距 我覺得沒有很大 主要就是一些技能點上面 例如說可能 暴徒傷害比較高 但是生存比較低 那衛士的生存比較高 但是傷害低一點 就是一點小的分配 我覺得一個人喜好 一個人喜好來做調整 好不好 這個就是看個人 那我這邊當然也會介紹一下 到底實質上這些昇華改了什麼 那我們先從我覺得Tier God的暴徒開始 好不好 首先暴徒的昇華呢 他現在 一樣是怒氣系統 但是現在你拿怒氣 已經不會讓你扣血了 如果你只點到最前面的點數的話 你必須要點到後面這邊 你才會開始扣血 那後面這邊的效果呢 就是 每次看台都可以訂閱啊 好賺啊 謝謝這個224G的訂閱 謝謝你 那 這個天賦的效果呢 就是在 當你有在獲得怒氣的時候 你就會扣血 當你在獲得怒氣 所以你只要平常沒有在打怪 你的怒氣值正在下降的時候 你就不會扣血了 那他的效果其實跟以前一樣 就是你的怒氣值效果變成3倍 沒錯 那怒氣這邊其實我覺得真的是蠻厲害的 怒氣值滿的時候呢 會給 在3倍的情況下會給你150%的攻擊傷害 75%的攻速再給30%的跑速 真的很強喔 那接下來呢 這個就是萬年不變的 10%承受傷害增加 然後40%抹 那還有一個改動很大的點數就是這一排 以前的這個 比較沒有人點的這一排 這一排呢 現在他的第一個點數會給80%暴擊率 然後在你近期有暴擊的話呢 會給你20到30點的物理點傷 然後呢還會給你30%的爆傷加成 我覺得超強 這個點數是超級強 那接下來後面這個點數呢 就是大家爭議比較多的一個點數了 首先這個點數呢 會給你一個新的charge 叫做這個blitz charge 我幫他翻中文好了 閃電charge好了 閃電charge 那這個charge的效果是什麼呢 就是當你暴擊的時候 你有10%繼續疊一層 每一層會給你20%more的攻速 那這個最多呢 好謝謝 謝謝謝謝謝謝阿祖的訂閱 好不好 可以別再訂閱了嗎 好不好 好 那這個點數呢 會給你 他最高可以20成嘛 所以呢 你總共會拿到40%more的攻速 這就是他最特別的地方 他給的是more 所以如果你有點這邊的話 你的攻速會變成超級無敵快 真的是超級無敵快 我覺得這個 蠻厲害的這個點 蠻厲害的 真的是蠻厲害的 好 那 不過畢竟你只有8個點數嘛 所以 還是要看你想要怎麼分配他啦 因為其實我自己的話 我會比較想要點底下這裡 因為我覺得跑速比較重要一點 因為畢竟我自己是想玩旋風展 所以這個呢我覺得就看 我目前看國際服務跟ninja的一些資料來看的話 兩邊都有人點 兩邊都有人點 就是 有人是全點底下的 也有人是全點上面的 也有人 不像我們小朋友在做選擇 全部都點的也是有 你只要願意放棄你的這個40%more 你兩邊都點 我覺得也都是ok的 好不好 那當然這個點數呢 就是比較娘一點的點數啦 就是跟以前一樣 2%的攻擊吸血 2%的攻擊吸魔 那如果你近期有受到殘暴打擊的話 你就會加25%的攻擊素 但他只是25% 他不是25%more 所以他只是普通的25%攻擊素 那比較特別的一個點就是 當你近期有受到殘暴打擊的話呢 你的最大回血速率會加50% 這個東西其實蠻厲害的 他會讓你有一點點儲形的感覺 當然你的回血 你血吸滿他就停了 但是不管怎麼樣 你在吸的過程會快 比以前快50% 這個點數也是不錯的 比較偏防禦面的一點點數 但是我相信如果你會選暴徒的話 你已經不care 你會不會活下來了 好不好 那這個點數呢就是以往的戰吼點 但這個點被小nerv 這個點呢 現在戰吼不會拿到 呃... 聖怒的charger 所以呢只能說這個... 暴徒戰士長QQ 呵呵呵呵 沒得用啦 好不好 現在如果你要玩暴徒戰士長的話 估計是只能選球長啦 好那接下來呢就來講一下 我覺得這個... 這個... Tier 1的這個衛士 好不好 衛士呢其實最大的改動就是 最左下角這個點啦 這個點呢就是 也是跟暴徒的改動方向有一點像 它多了一個你可以疊層數的方式 每當你攻擊黃怪或者是橘怪的時候 你就25%的機率拿到一個challenger charge 這個挑戰者點數 好不好 你可以當挑戰者 可以準備抽卡 那最高呢有10個點數 那每拿一個點數呢 你就可以拿到2%的攻擊速度跟移動速度 哎呦... 這個就是我覺得它非常厲害的一個地方 集滿的話呢 20%攻速20%移速 直接送給你 好不好 根本就大放送了 20%末跑速耶 嚇死人了 是不是 多穿一雙鞋了 那接下來呢就是右下角這個點數 這個點數我覺得現在也是非常厲害的 因為畢竟進戰的話其實... 哪來的蚊子 進戰的話其實... 以前一直以來的詬病就是它很容易死 那防疫機制可能沒有這麼的完整 那這個點數呢會給你 25%的機率攻擊敵人的時候會流血 那... 當你今天攻擊流血的敵人的時候 他會被癱瘓 當你攻擊一個在流血的敵人的時候 他有10%機率被你自盲 所以呢這一個點數 他基本上就給了你3個狀態 有自盲 有癱瘓 其實都是相當不錯的 有沒有 這個...還滿爽的 然後呢 當敵人被癱瘓的時候呢 你攻擊他呢 他也會增加10%的承受傷害 所以這個東西呢 其實也可以看作是你自己傷害的10%末 滿厲害的 是不是 那當然他也有後續的點數 後續的點數呢 就是... 你的攻擊又加25%機率流血 所以那個流血機率可以到達50% 算是非常的穩定了啦 那... 攻擊流血敵人呢 會加一點點的傷害 這個30%我覺得... 跟暴徒的那個昇華比的 給的那個大方程度 我覺得是有差距的 好不好 當然這個沒有副作用 是不是 那... 剩下來的東西呢 其實我覺得就是 也是幫助你輕土啦 但這個以前就有 那你擊殺一個流血的敵人呢 他會爆炸 然後會炸周圍 他10%生命上限的物理傷害 好不好 也是不錯 那還有一個呢 就是這個點 這個點跟以前也是一樣 你用主手擊殺怪物 你有25%機率拿到綠球 你用副手擊殺怪物 你有25%機率拿到紅球 那... 當你的紅球數量是全滿的時候呢 你會增加 你會拿到10%的物理傷害 那當你的紅球數量是全滿的時候呢 你會有10%的物理減傷 所以這個點數也是相當的厲害 他會讓你在打圖的時候 在飛車 搞不好都是... 衛士會是一個非常棒的飛車選擇 我自己... 我覺得可能還不錯 配新的懸天劍舞 因為懸天劍舞不是轉一下嗎 你就是主手副手一起打 所以你... 欸... 我不確定他是不是主手副手一起打 再怎麼慘 也頂多就是主手一下副手一下 你的拿球肯定是可以維持的 那再加上你的... 你又有這個加跑速的這個機制 然後... 懸天劍舞又是一個砍了就可以走 砍了就可以走的技能 然後你又可以把球維持起來的話 你又會有減傷 又會有增傷 又會有流血 又會有癱瘓 又會有自盲 又有攻速 又有跑速 我覺得衛士是相當棒的一個選擇喔 好不好那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另外一個Tier 1 就是我們的處形 呃... 這一季處形被捧得非常非常的高 但是... 我沒有那麼喜歡處形 我必須要很誠實的告訴大家 好不好 當然我的... 這個... Tier List 並不一定是對的 這只是我個人對新的昇華的看法 好不好 你有不一樣的看法 歡迎你在影片底下討論 好不好 那首先先跟大家講為什麼 呃... 先跟大家講一下處形最大的改動 處形最大的改動呢 就是這一顆 這一顆叫Overwhelm Overwhelm的效果就是 不管你拿什麼馬格蛇武器 他的基礎爆率都會變成8% 這個點數非常的厲害 他厲害在哪裡呢 例如說我拿一把小羽弓 他都會變成8%爆的小羽弓 我拿一把核心 核心以前是一把超高PTPS的武器 但他的爆率只有5%而已 非常的低 也沒到非常 不夠高 那你用Overwhelm的話 你就可以變成一把8%爆率的核心 那這個東西就是他非常厲害的地方 也是我覺得他限制了處形的地方 如果你要點這個點的話呢 你的武器幾乎就是綁定這類型的這種 穿奇裝了 或者是說你今天要拿弓箭的話 你可以拿屍眼 屍眼加爆率也是相當不錯的 呃... 整體來說的話 這個點數我覺得是處形 這一季最大的改動 也是最有特色的一個地方 那剩下來的點數呢 其實我覺得他們只是把處形 失去的東西還給他而已 好像也沒有比較特別的一個地方 那當然還有這個 但這個點我覺得也不是特別的出色 就是你的綠球 等於你的... 你的綠球上限等於你的紅球上限 但是你還是要煩惱 你要怎麼拿綠球 怎麼拿紅球 其實處形並沒有一個穩定拿綠球的手段 所以變成說呢 你在打王的時候 如果那個王是單體王的話呢 你還是沒有辦法非常穩定的拿到綠球 不過這個聯盟的機制 我覺得很少有單體王 幾乎那個王旁邊 都帶了一頭拉褲的怪 所以有可能是我擔心太多了 好不好 那另外這個點數呢 就是跟以前一樣 它是一個範圍點數 但它變強了非常的多 首先它會加你50%的命中率 然後還會加你2%的近戰武器攻擊範圍 然後呢 你每擊殺一隻怪 就會加5%範圍 直到最大的50% 然後呢你離怪物越近 你就會拿到墨的增傷 當你完全貼著怪物的時候 會拿到15%墨 也是非常的強 那你會發現 我剛剛講了半天之後 露掉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地方 就是 我沒有提到 吸血不會中斷這個點啊 難不成 這個不好嗎 對 它真的不太好 我覺得 就是 它除了第一個點會給你免暈以外 我覺得那個overkill吸血 沒有你想像的那麼重 在你的這一季近戰傷害這麼高的情況下 那個overkill我覺得 沒有那麼的重要 那後續的這個點呢 其實就是讓你的吸血在滿血的時候 不會斷 那除了不會斷以外呢 當然它也是有給一點點的傷害跟6%的減傷 也是不錯 但是你跟其他的昇華比起來的話呢 像我們剛剛提到的暴徒 雖然說你有代價 不過你有40% more 上面的那個blitz 那個閃電charge 給你40% more的攻速 是不是 你可以拿40% more的攻速 再加40% more的傷害 OMG 對不對 然後還有跑速 可是楚行這邊的跑速呢 變成說你一定要擊殺才可以拿到跑速 我就覺得楚行的點數好像 就比暴徒弱了這麼一點點 所以我自己是 沒這麼喜歡楚行啦 但是感覺楚行這一季被捧得非常高 超多人喜歡楚行 好不好 那接下來就講到我們T1.5的這個部分了 好不好 不到T2 我覺得他們還是很厲害 那T1.5 就給個1.5 那第一個呢 就是我們的酋長 酋長的天賦也是巨大的改動 你看他連形狀都不一樣 現在的酋長呢 他完全幫你分開了 就是如果你要玩圖騰的話呢 你基本上你點右邊這幾個分支啦 那如果你是要玩 就是打擊系的技能 例如說奉獻之路啊 破體啊 或者是廢到笑的熔打啊 熔打這季也是蠻悲劇的 近戰聯盟 可惜熔打被nerve都爆 是不是 如果想要玩這類型轉火的技能的話 酋長就是一個非常棒的選擇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酋長的天賦 我覺得最棒的應該是這個點 當你使用火焰技能的時候 這個不限於近戰攻擊 當然你要射火球也可以 火焰技能的時候 有35%的機會 你會拿到一顆紅球 然後你每一顆紅球 會加你5%的物理傷害 跟5%的火焰傷害 這個東西強在哪 強在如果你今天的技能 是物理轉火焰的時候呢 他超強 他等於加10%了 每一顆紅球就給你10%的傷害 通常一個球長點一點 可能會有個6個7個 甚至是2顆鋼姆之路戒指 可能會有9個 那這個天賦給你的DPS 就是相當的多了 是不是 那最後一個點數呢 就是你每顆紅球 給你0.5%的回血 這個東西也超強 這個真的是超強 勇士看到這個點數 基本上已經射了 我跟你講 然後 每一顆紅 每當你近期 有消耗一顆紅球 你就可以加3%的傷害 最高可以到15% 這個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錯 我覺得 現在的球長 基本上 他有了這一條之後 你要玩破體啊 這種會消耗紅球的 或者是說 你用 防禦機制 你用 不朽怒好 來吃你的紅球啊 他都是給你還蠻不錯的 那當你有紅球的時候 也會給你相當 穩定的 傷害跟回血量 我覺得是非常不錯的 那我看到聊天室有很多觀眾說 可以玩破體 我覺得可以 玩破體 但是有一個缺點 因為這個我上一季有嘗試過 那我不覺得35% 他雖然說buff到35% 但是我覺得 紅球的量還是不夠 因為破體消耗紅球的速度 是超級無敵快 真的超快 尤其是在你的攻速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然後你又有差 多重打擊 你就會發現 雖然說你是一個球長 可是你的紅球永遠都是0 這種情況的話 我覺得就有點尷尬啦 對不對 你就沒有辦法疊紅球拿你的回血啊 或者是說疊紅球拿你的 這個 這個 如果你有4顆紅球的話 因為基本就是4顆嘛 4顆的話 就40%的傷害 也拿不到 有點可惜 那接下來呢 就是底下這邊 這顆的話跟以前一樣 就是50%的物理傷害 轉成火焰傷害 那很方便啦 這個點 這個點基本上就是 破體啊 熔打 熔打 破體啊 熔打 或者是說 如果你拿火斧啊 或者是 任何一個火焰技能 煉獄之極 好像叫煉獄之極吧 還是什麼 這類型的技能 他都有辦法把它轉成100%的火焰傷害 然後來搭配上面你的這個 紅球的這個 取得機制 他都是一個非常不錯的一個combo 好不好 那最後一個點呢 就是1%的火焰傷害吸血 這個點也是相當不錯 他跟你吸血的話呢 就 也 麻吉不錯嘛 你可能可以省一點點的天賦點數來點吸血 那 他也有20%的機率 當你攻擊敵人的時候呢 他會餘境產生 餘境產生的話 就是基本上就是給你20%的傷害 也是相當不錯 然後再加10%的力量 所以整體來說我覺得 球長 為什麼我會給他T1.5的原因呢 主要是在 我覺得他的速度 沒有我剛剛提到的幾個昇華塊 大家有發現我剛剛提到的幾個昇華都給了 暴徒給了30%的跑速 然後 衛士給了20%的跑速 儲行給了50%的範圍效果 然後擊殺的時候 也給你20%的跑速 但是 球長就沒有這麼好的bonus 球長 你玩起來的話呢 可能會有一點點 覺得自己有點遲緩的感覺 但他的傷害是非常高的 那 我覺得以遊戲的玩起來 PoE就是要玩起來爽嘛 是不是 可能球長玩起來 沒有那麼爽 所以我就給了他1.5 好不好 那接下來就是講冠軍的部分啦 冠軍為什麼給1.5呢 是因為冠軍的改動 基本上就是沒有改動 那唯一一個不一樣的點呢 就是他的這個點 變得特別的強 以前的穿刺點數變得很強 好不好 這個 先介紹一下穿刺的機制 怕大家不知道 穿刺呢 就是當你今天用物理攻擊攻擊敵人的時候 我們先假設我的穿刺機率是100% 好不好 我攻擊一下敵人 我打了100點傷害 那我就會有10點 10%的穿刺傷害存在那個怪物身上 然後他可以疊5成 那我下一次攻擊他的時候 他就會把我剛剛存的穿刺傷 一起加在我下一次的傷害裡面打出去 所以呢 例如說 我們先假設我打一下100滴好了 我打一下第一下就是100 第二下就是110 第三下就是120 130 140 150 一直加上去 直到只會疊5成 所以最多就是150 好不好 那冠軍的這個天賦呢 會讓我可以多疊2成 好不好 欸不是 In fact last two additional hits 我記得好像可以多疊2成 欸是這個天賦嗎 不確定 好不好 反正不管怎麼樣的話 穿刺目前就是給4到7成 嗯 穿刺呢其實就是一個 我覺得如果你把它看簡單一點的話 你就把它當成 嗯 你就把它當成 50%末的意思啦 好不好 只要你 用一個攻擊相當頻繁的 例如說攻擊速度很快的 例如說是 旋風斬啊 旋天劍舞啊 這類型的技能的話 你在攻擊一個怪物的時候 你是基本上可以保持在5成以上的 那只要造成這個條件的話呢 你就等於是超容易拿到這50%末的增傷 但他的條件就是他一定要是物理傷害 好不好 那冠軍的話是有一個特別的天賦來 增加你穿刺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 呃冠軍算是蠻厲害的地方 那冠軍也跟以前 以前一樣嘛 冠軍不用擔心任何命中率的問題 那冠軍也有非常不錯的減傷 以及回血 然後多了一個穿刺 那剩下一個點數呢 你想要點這個 增加戰棋效果啊 或者是說你想要點這個 護體的前面的點數 我覺得也都是蠻不錯的 我這一季是蠻推前面這個點的 因為加一千護甲呢 其實你在選擇防禦技能的時候 有多了一點選擇 好不好 這一季我覺得幾乎所有人 護體都是常駐的 因為護體的那顆寶石被buff了 你是可以直接把護體 串在你的主要攻擊技能上面 我覺得 他給的傷害都是很棒的 我記得護體好像給34%末吧 對不對 他除了護體以外 他還給你34%末的傷害 非常棒 非常棒 所以如果你是選擇防禦的話 我覺得 點這個點數 或是選天界 我們點這個點數 我覺得都是還不錯的 那這個就是 這一次改版的 幾個近戰職業 我覺得比較特別的一些地方 那這一季呢當然 新的技能上面 也有非常非常多的改動 那我相信你應該不會想要 我先給你看一下那個改動 好不好 這個 更新公告 看完真的就可以考醫生了 我跟你講 真的 搞不好考律師也可以 我直接幫你們做一個 比較簡易一點的 這個懶人包 好不好 新技能 我覺得最猛的幾個技能 電烙印 靈魂吸取 懸天見舞 旋風斬 瓦爾賓抓猩猩 好不好 就這五個 我覺得超厲害 超厲害 首先講電烙 電烙的青塗變弱了 但是電烙的單體 突破天際 超猛 他的單體傷害比以前高了 將近一倍 但他的青塗速度變慢了 這個時候呢 你就是要搭配你的瓦爾賓雙猩猩 有沒有 當你今天 就像以前電烙印 我們都會搭那個 風雷陷阱來打單體 現在完全相反 現在電烙是一個 純單體的技能 所以呢 你可以用一個瓦爾賓雙猩猩 來幫助你 清 你在聯盟裡面遇到的那個 冰馬俑的時候 瓦爾賓雙猩猩就很棒 是不是 那再搭配你的 電烙打單體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 combo 有沒有 那靈魂吸取的話 為什麼這一季很強的原因 只是因為 這一季的聯盟 我們大家剛剛在那個影片裡面有看到嗎 直接切到畫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畫面 有沒有看到 這個畫面上這些怪物 跟冰馬俑一樣 現在他們是石化的狀態 兩邊一大片 你如果用靈魂吸取 再搭配瘟疫的話 你就是打一下 然後他就會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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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次不是,這次是你點下去,全部都站在那邊等你 你只一刻下去,他們就全部掰了 很方便很方便,打起來應該蠻爽的 那旋風斬則是因為這一季的buff之後 旋風斬變成了一個引導技能 那你可以看到在天賦上其實引導的 有一些特殊的引導點數我覺得也都不錯 例如說這個點,引導技能增加16%傷害 引導技能加6%攻擊速度 當你在引導時被打的話 你有20%機率拿到一個紅球或一個綠球 那這個天賦對引導來說好像也是不錯啊 或者是說這裡的這種天賦 你在引導時有5%機率會躲避攻擊 然後加10%攻速然後閃避暈眩什麼之類的 引導技能在這一季上我覺得算是有一些不錯的調整 那你在寶石上的選擇也變多 例如說你的旋風斬可以插注入引導 注入引導也是超多超強是不是 蠻厲害的 所以各方面來說我覺得旋風斬也是非常強 而且旋風斬這一季 你可以非常直觀的看到 你可以非常直觀的看到你的範圍是 這麼大 它真的比以前大超多 最起碼可以到三倍大好不好 我有看過一個影片 那個旋風斬是這麼大的 這麼大的 真的是這麼大 不唬爛 這麼大 即興基本上就整個畫面了 整個畫面了 跟颱風一樣了你知道嗎 嚇死人了 咳 我們這邊有一位觀眾嗎 我們找了一個靈魂吸取加瘟疫的影片 我們來 給大家看一下大致上長什麼樣子 好不好 靈魂吸取加瘟疫 首先它點了這個柱子 怪物出來它丟了一顆 嗚呼呼呼 一切都乾淨了 就這樣 one click 啵 就沒了 是不是 我們找到了整個螢幕大的旋風斬的影片 這個是Reddit上面的影片 給大家看一下整個螢幕大的旋風斬 這個是詐欺吧 詐欺旋風斬 好 各位抓穩囉 起飛囉 這個影片真的看一次消一次 是你沒有看錯 這是旋風斬 What can I say What can I say This is Cyclone Holy shit 好不好 那這個呢 就是我覺得這一季非常棒的這個技 還有一個我剛剛有提到的 就是懸天劍武 也就是這一季新出的一個新技能 那這個技能呢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寶石 恩 懸天劍武立體隊 在這 懸天劍武造成120點基本傷害 然後懸天劍武造成50%更少擊中傷害 跟異常傷害傷害 你在懸天劍武時呢 有12%更多的攻速 你在懸天劍武時 增加你38%的移動速度 同時至多三個懸天劍武 發現關鍵了嗎 這個技能很特別的點呢 就是 你砍一下之後呢 畫面上會有一圈你的那個劍氣 在場上殘留 那這個劍氣呢 可以疊三 最多可以有三個同時存在場上 這個聽起來好像沒有什麼 但是你仔細想想 你今天在一開始 在清怪的時候 在路上清怪的時候 你只要懸天劍武 欸 怪物小怪就死了 那你今天遇到比較強的大怪的時候 欸你可以疊三次 那就等於懸天劍武 有三倍的傷害喔 所以它是一個可以自由調整 你的刷圖感覺的一個技能 所以我覺得它非常厲害 而且呢它還可以搭配這個聯盟的新光環 血跟殺的兩個狀態切換來做調整 你可以看到你在血的狀態的時候 你出來的劍氣是不會移動的 你在殺的狀態的時候 你的劍氣會緩緩的向前 其實也不是緩緩的 飄的蠻快的 變成說是如果你一般在打圖的時候 你開著殺的狀態 你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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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一直刮來刮去 也是蠻快樂的是不是 那你在打王的時候 如果王 應該說你是近戰 所以你會貼著他嘛 那你在配合血的狀態 三個血圈 就會停留在那個王的身上 一直刮他一直刮他 所以你可以將近打出三四倍的傷害 我們這邊有人貼了這個 瓦爾冰霜猩猩的影片 我這邊也放出來給大家看看 瓦爾冰霜猩猩 好他要點那個柱子了 兵馬俑出來了 兵馬俑消失了 好不好 真的是乾乾淨淨 寸草不生 好不好 瓦爾冰霜猩猩也是我這一季非常推的一個技能 但是這個技能呢 清單體是有點弱 剛剛影片裡面那個人是搭配漩渦來清單體 但是我覺得搭配電繞也是相當不錯的 那還有這一季呢 有一個這個 可惜可惡的消息 就是冰球真的下去吃死了 好不好賣個冰球啊 冰球真的真的吃死了 真的是我已經不知道該怎麼講了 冰球的施放速度 當你人在移動的時候 被nerf到將近是一秒才一下 所以你用起來的感覺就是 真的是在滴尿啊 我的天啊 以前是 挖操 現在是 真就是悲劇啊 他現在 冰球的機制被改成 你一定要是正在引導的狀態下 你才會回到以前的水準 但是你也知道 搭完冰球 為了是什麼 為了他媽的就是 不要引導啊 為了就是要跑啊 啊 Nope Sorry 你就別動了 你就站著唱吧 好不好 啊站著唱我他媽幹嘛不玩別的技能 差不多這種感覺 基本上下去探親了 好不好 那這個聯盟呢 其實也有蠻多的 裝備上面的變化 機制上面的變化 那升華上面也有相當大的變化 例如說 我從幾個天賦來做舉例好了 像季血術得到了巨大的改變 季血術以前他後面的點數不是說 你的光環拿到50%的保留嗎 所以呢很多 玩平血的 例如說光環師啊 或是 以前的什麼秘術 之類的一些角色 或是說 造幻啊 可能會點季血 Nope 現在不行了 現在季血變成一個 近戰非常愛的點數 那季血的效果呢 變成 他後面這個點的效果呢 變成 他直接送你一個免費的光環 就等於你內建一個乳蟲 聽起來是不是 哇 怎麼這麼爽啊 薛海我多一個戒指可以裝備 有沒有 非常棒非常棒 那當然對很多人來說 對那些光環師來說 應該是巨大的惡號 對那個 那個 智商比較低的野蠻人啊 組型這些 應該 撿到了耶 好爽喔 是不是 這個 就送你一個光環嘛 就給你一個乳蟲戒 好不好 內建 插在屁眼裡面的一個乳蟲戒 你可以把一個寶石塞在自己的肛門裡面 然後你就多一個光環 就這麼厲害好不好 那還有一個呢 變動比較大的 我覺得應該是這個點啦 這個以前呢 曾經是秘術的昇華 他連名字都沒變 好不好 就是當你今天的能量護盾 一旦開始回復之後呢 他就不會被攻擊擊 打斷 然後一定會回完 對這個天賦現在秘術 有一天秘術走在路上 忽然呢 有一顆榴槤從天上掉下來 砸到了秘術的頭 他請來的時候 他就 我在哪裡 我是誰 我不會Wicked World 就差不多這個意思 然後Wicked World就被 國際 國際到天賦集團偷走了 然後擺在了天賦盤上面 好不好 我們為秘術默哀三秒鐘 好 到了 這個 大家都會Wicked World 好不好 但就是為什麼我覺得這一盤炸雞 還是很強的原因 因為炸雞可以來點他的Wicked World啊 太棒了吧 笑死 你玩炸雞你可以走過來 而且還蠻順路的 可以來拿以前秘術的Wicked World 以前秘術要 最深的點數 才可以拿到Wicked World 他現在直接擺在 擺在路上給你 炸雞真的是撿到一百塊 真的爽 這幾個是我覺得最大的一些天賦改動 當然 近戰圈有著巨大的改動 這個我要講完 真的也可以去考醫生了 好不好 好了 我講一點點就好 好不好 這個口前提振值 例如說這個 以前沒有的點數 這個穿刺 直接擺在天賦盤上給你點 這邊有一個穿刺點 然後你有沒有發現 底下點數變得密麻麻的 喔還有這個點 這個點我覺得很重要 這個點我一點一點讀下去 然後你們眼中會漸漸的浮現一個畫面 每一顆綠球增加5%閃避 每一顆綠球增加2%跑速 每一顆綠球增加2%攻擊速度 加一顆最小綠球 5%機率擊殺時獲得綠球 每一顆綠球增加5%傷害 大家有沒有一種 似曾相識的感覺 好像曾經有一個弓箭手的昇華 我現在都想不起來他的名字了 好像 這個好像是他的昇華的點數耶 那這點我覺得也是蠻不錯的 而且呢 最屌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他在 Golum Slud的底下 這個是幾乎所有近戰必點的生命點數 他直接接在底下 一直就是告訴你 好啦你就這樣子 你就這樣子 然後順便拿一下 還有一顆最小綠球 打王的時候也不會太寂寞好不好 最少有一顆 好不好 那旁邊的話這邊是紅球 啊紅球的點數我就覺得沒那麼厲害 因為綠球比較難取得嘛 紅球比較好取得 所以就是也是不錯啦 那這一次的整體介紹呢 就差不多是這樣 那在我們的影片結束之前呢 我就給大家看看我下一季 想要玩的人物的大致上長相是什麼樣子 好不好 我自己捏了一隻 暴徒旋風斬 那我現在還沒有幫他串裝備 我只有放了一把武器而已 然後我把新的光環 例如說 這個是瓦爾戰士長 也是很簡單的 然後加戰棋 再加鮮血狂怒 然後新的血與沙光環 跟肉與石光環 然後還有一個新的技能 叫Berserk 狂暴 新的寶石 那有興趣的可以自己去 XYZ的網站上面看看 好不好 然後我開了 還開了驕傲 也是一個新的近戰光環 在這些東西的加成之下 我的 我也沒有勾得特別灌水 有綠球 有猛攻 因為有喝水嘛 然後50層的怒 我相信我是一個暴徒 我要拿50層怒 應該蠻簡單的 然後近期有暴擊 我的暴擊機率是幸運的 然後有流血 這也是一定會有的 有 光環就會給我癱瘓了 所以有癱瘓 那我的天賦上面有點 致盲效果 我的天賦有點 我直接擊中敵人就會致盲 有沒有 所以我也有夠致盲 完全不灌水 基本上是沒有灌水 而且還是打Shaper 我只拿了一把核心 我有366萬DPS 我真的是驚呆了 Amazing What the fuck 好不好 我天賦基本上長這個樣子 也沒有什麼很特別的 處形出來 拿爆 雙手劍 雙手圈 不是雙手劍 然後 我是點劍啦 因為我覺得劍比較 應該比較好取得 好不好 然後 生命 無險之體 然後點個穿刺 而且你知道嗎 穿刺在面板上 還加超少 我如果真的要灌水的話 我就是把這些穿刺點數全部都拔掉 然後來點這種爆幹DPS 劍圈 但是我覺得這劍圈沒有那麼厲害 但是如果我想要騙傷害的話 我只要點這種圈 就400萬了 我已經覺得超不灌水了 我覺得我已經超有良心了 真的是良心傷人 我已經沒有點這種灌水點數了 他都還可以360萬 真的是嚇死人 基本上走過來 我沒有點貴族血圈 因為我是點了 呃 弓箭手血圈 好不好 我覺得這邊比較近比較順路一點 因為要走上去這邊的話 我要犧牲的東西實在是太多了 然後我也蠻娘的 點了一個Aquobatics 點了一個這個 30%躲避 非常普通的一個天賦 366萬 我真的不知道哪來的 我也覺得旋風展是不是做壞了 好不好 這就是我下一季 我開局想要玩的一個人物 就是我的暴徒旋風展 就這麼簡單 那謝謝大家收看今天的這個影片 那這個 如果你喜歡PoE的內容的話呢 你也可以訂閱一下我的頻道 那旁邊還有這個 你就可以在我的這個YouTube頻道裡面 能看到更多的這個PoE的影片 那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大家掰掰